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华盛顿邮报报佩洛西访台内幕 习近平曾要求拜登立足 美军早就知道北京有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免非洲十七国的债务引爆民怨 百姓怒韩免我贷款 美韩军演下个星期登场 四年以来规模最大 北京计划2030年载人登月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对台湾的访问早已经结束 连中国解放军为了表达不满 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举行的 多兵种的大规模实弹演习 也早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围绕着佩洛西访问台湾 而发生的在美中之间 以及美国府会之间的一些内幕 仍然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华盛顿邮报》在星期六 也就是8月20号的时候发表文章 公布了美国政府内部多名资深官员提供的 有关佩洛西访问台湾过程当中发生的内幕情节 其中证实了一些坊间已经存在的传言 也排除了另外一些不实的揣测 根据《华尔街日报》等些媒体此前的报道表示 中方的官员在佩洛西计划访台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立即在各个层级向美国发出警告 而北京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多次的就此威胁表示 如果佩洛西不顾中方的反对 坚持访问台湾 中方将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 而且声称美国要对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当时传出来的消息也曾指出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28号的时候 在与拜登总统的通话时 也曾经呼吁拜登劝阻佩洛西访台 中国的官方甚至说出玩火者必自焚的重话 《华盛顿邮报》引述了白宫一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的话表示说 在多名中方官员在与美方沟通时 表达强烈反对佩洛西访台的警告之后 习近平在与拜登通话的时候 的确要求拜登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 但是这名官员表示 拜登当时就对习近平说 他可能无能为力 拜登还向习近平解释说 国会是美国政府独立的一支 而且佩洛西和其他的国会议员一样 在是否出国访问问题上 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做主 拜登当时还警告习近平 如果佩洛西真的访问台湾 北京也不能采取挑衅性或胁迫性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特别指出 虽然拜登和其他的美国政府官员 为佩洛西有权访问台湾做了辩护 但是高层官员其实对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抱持严重的关切 报道说 这些官员透露美国在过去几个月已经了解到了北京 正在考虑在台海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而且也看到了中国当局将利用佩洛西访台为借口 趁机采取这些行动的迹象 美国政府官员还对佩洛西访台的时机表示关切 因为习近平在不久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将谋取第三个任期 佩洛西这个时候访台可能会让习近平连任出现特别的地缘政治影响 报道说 根据美国官员对华盛顿邮报透露的信息说 美国国防部美军印太司令部还有白宫国安会的官员 都曾经向佩洛西讲述了访台的风险 但是佩洛西坚持进行这次的台湾之行 而这次访问也的确引发了北京当局 对台湾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事实弹演习 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破天荒的飞越了台北的天空 解放军演习部队跨越台海中线更是家常便饭 报道说 美国的确有分析人是批评佩洛西访台 是为了营造自己的政治遗产 而他坚持访台也的确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挫折 并且加深了行政部门与他之间的分歧 但是行政部门官员的劝说 没有能够打动佩洛西 他坚持认为访问台湾是因为有必要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而且在民主与威权对立当中支持民主 佩洛西也否认他访问台湾是为了营造自己的政治遗产 与此同时 台湾官员也强调期待和欢迎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 这一点与外界流传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愿佩洛西前往台湾 曾一度收回对佩洛西的邀请的说法有出入 而佩洛西在发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尊重台湾拒绝暴力也是总统在最近发表的声明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立场 另外佩洛西指出因为他访台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不是拜登总统 而是政府间一些低层不具名的官员 他表示这些发自底层的匿名的声音 不应当被视为反映白宫与国会对台湾意见分歧的迹象 佩洛西曾经向白宫的官员表示 他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重新考虑访台的计划 第一是拜登总统直接要求他不要访问 第二就是台湾的总统撤销对他访台的邀请 他同时表示如果拜登要求他取消访台 他会公开宣布他将用拜登的要求取消访台 另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表示 佩洛西的这番话让拜登陷入了困境 因为如果外界知道拜登要求佩洛西取消访台 那么拜登和美国就会被视为在中国面前表现过度软弱 这也证实了外界有关拜登曾做出努力劝说 佩洛西不要访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拜登应该是根本没有就访台的事情 直接出面找佩洛西进行任何劝说 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表示 佩洛西访台以及几方军举行大规模军演 让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担心美中两国发生直接的冲突 美方官员因此出面向这些国家保证 美国不会与中国举行的军演针锋相对 但是一定会保卫印太地区盟友的安全 外国官员还表示到目前为止 美国官员已经成功的劝说盟友 包括欧洲的盟友 共同谴责北京对佩洛西访台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过度反应 佩洛西访台之后 北京取消或暂停了一系列与美国的对话 其中包括两军交流 以及在气候变化和禁毒方面的合作 美国官员认为这个已经跌至谷底的美中关系 增添了新的挑战 好再来看一下 缅非洲十七国的债务引爆了民怨 百姓怒喊免我贷款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中国表示将免除非洲十七个国家二十三笔 截至到去年年底到期的对华无息贷款债务 在中国经济受到了严苛的防疫政策拖累的背景之下 这个消息引发了大量网民的讨伐 有人嘲讽表示 对外是一元首对内重拳出击 报道表示中国宣布免除非洲十七个国家的二十三笔债务 中国外长王毅在本周四也就是8月18号的时候宣布了这个消息 中国媒体新浪财经报道说 王毅在当天视频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致辞时表示 中方将免除非洲十七个国家 截至2021年年底对华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二十三笔 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表示 这二十三笔债务涉及的金额 在中国经济受到严苛的防疫政策拖累 应届毕生就业前景 暗淡的背景之下 中国免除非洲多币债务的消息 引发了大批中国网民的讨伐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只增长了0.4% 一般认为今年政府给定的5.5%的经济增长目标将无法实现 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 王毅讲话视频下引来了大量的哀鸣和抗议 有人说中国国内经济都这样了还向外补贴呢 有人表示当中国人民真累养着政府 还养着非洲各国 还有网民讽刺表示 对外施以援手 对内重拳出击 大家勒紧裤腰带 不能苦了非洲大爷 还有人感叹说 什么时候能免去我的贷款 我挣钱很累 听到这个消息高兴不起来 啥时候上学免费 啥时候不再提高医保费 有网友说房贷还不起 免除债务咱不奢求 可以免息吗 网友说为啥不免除中国国内老百姓自己人 对外对内双标呢 还有人分析这个决定的原因 说有些债务本来也要不回来 索性顺水人情 也有人说这是利益交换换取国际支持 报道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 同时也是非洲主要的借贷方 在过去20年当中 中国在非洲投资和借贷的规模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 北京在非洲实行债务陷阱外交 中国外交部本周驳斥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报道说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主持本周四页就是8月18号的例行记者会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 目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非洲期间 再度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斌回应表示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 完全是美西方为转嫁资深责任 炮制的谎言 根本站不住脚 他还补充表示 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网顾事实 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 实质是企图制造离间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干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话语陷阱 好再来看一下美韩军演下周一登场 四年以来规模最大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在中国与俄罗斯积极的展示军事实力的同时 首尔和华盛顿放弃了缓和对平壤关系的政策 举行四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此举是否会加剧亚洲紧张局势呢 专家指出军演的时间点距离佩洛西访台不到三个星期 中国不会忽略其重要性 报道说华盛顿正在寻求提振与其亚洲亲密盟友的战略关系 下个星期一也就是8月22号的时候 美韩将举行四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场名为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 将由数万名官兵进行海陆空三军的实弹演习 演习内容包括了联合模拟攻击 增强前线部队 确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全的模拟 韩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向媒体表示 各部队还将练习使用无人机进行监视 以及演练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出现的战争新发展 这一次的演习将标志着韩国将背离 前总统文在寅所奉行的缓和韩朝关系的政策 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搁置了美韩军演 当时川普和文在寅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 并且撤回了美韩军事合作 以对平壤施出善意 然而围绕签署正式终结朝鲜战争协议 以及朝鲜承诺废除核武以换取安全保障的谈判 最终陷入了僵局 川普以费用高昂而不必要为由 不愿意恢复美韩联合军演 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重启军演进一步的被推迟 这一次美韩重启军事演习的计划已经持续了数月 在朝鲜计划进行第七次地下核实验的担忧 日益加剧之际 恢复军演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 与此同时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在本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北京不断对台施压 俄罗斯近期则宣布将接待来自中国 白俄罗斯 蒙古 印度和塔基克斯坦的部队 并且将于8月30号 举行为期七天的东方2022军事演习 首尔特鲁伊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平克斯顿表示 华盛顿及首尔的高级军官呼吁恢复军演 理由是部队实力因为缺乏针对危机的演练而被弱化 平克斯顿向德国之声表示 这是对关键演习的重新校准和恢复 以加强半岛的共同防御姿态 他还表示必须强调的是 在美韩暂停军演的这几年当中 朝鲜持续进行导弹试验 一直在进行核项目 并且以常规部队来进行演习 但现在华盛顿和首尔都有不同的领导人 这既是针对朝鲜所构成威胁的修正 也是对这个不稳定世界当中 其他不确定性的修正 另外首尔市宗大学的政治及历史学的教授 保坂又二向德国之声表示 尹熙月正兑现竞选时做出的承诺 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以保护国家不受朝鲜核武器的威胁 尹熙月也承诺 韩国将与日本建立更为密切的安全关系 在本月的太平洋龙演习期间 日本海军部队加入美国和韩国 在夏威夷海域进行导弹搜索和跟踪演习 保坂又二指出 虽然下个星期即将在韩国举行的 美韩联合军演 旨在模拟涉及朝鲜的对抗 但是时间点距离佩洛西访台不到三个星期 中国不会忽略其重要性 他表示他确信北京将把这一演习视为一个信息 美国显然希望韩国能够承担 在台湾周边局势恶化时扮演反对中国的角色 但是首尔并不愿意走到这一步 报道说中国过去曾对韩国施加过强有力的经济抱负 包括近韩星在中国演出禁止中国游客前往韩国 但北京多次否认这些举措是制裁措施 保坂又二表示 尹须越希望保护韩国与中国的和平贸易 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他知道他需要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但不会让韩国与中国对立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计划在2030年的时候载人登月 来自香港媒体星道日报的信息表示 在8月20号的凌晨 中国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以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发送升空 有关专家透露 中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重型运载火箭 预计2030年左右 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 报道说中国媒体科技日报 引述了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表示 中国目前正在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重型运载火箭 这些火箭未来将承担起载人登月 火星探测 木星探测 和小行星探测等一些任务 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将在2030年左右 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 重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之后 将把中国运载地月转移轨道发射能力提升至50吨 支撑月球开发活动 报道说中国目前规划的一系列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研制工作 将大幅提升中国进入太空的能力 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 助力未来航天运输领域的大发展 同时未来长征火箭将更智能更安全 报道说中国的航天科技集团医院 新一代的载人运载火箭的主任设计师马英表示 该院正在研究智慧火箭技术 让火箭具备故障诊断和自主飞行能力 实现从传统的按照飞行程序自动飞行 到自主化飞行的跨越